双11的狗无风险 也就是我自己买了些什么东西 开始之前我必须要讲一下 好看以及实用性的东西有点多 希望大家按需种草 当然也超级下饭 最近全国各地大面积降温 我后台就一时之间 真的是不约而同的 收到了好几条 都是反馈上一支视频 我合作的唐导家的黄油被 这个不是广告 就是为什么我又要放在一开头再讲 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被子就是双11 如果你家里是没有他们家熊猫被之类 一系列后被子的朋友 如果你特别怕冷 那么这床黄油被真的可以看看 我这种怕冷体质绝对推荐 好吗 就是说到这里 因为刚好有这个优惠 我就想就是又要降温了 不希望大家错过 好 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 我要讲讲我身上这件衣服 它原本不是长这个样子 活生生被溜溜球揪成了这样 这个我可能要问问他们家收获 能不能再买一个这个小球球 或者怎么修复一下 真的他还喜欢这种可爱的图案了 他们家这个牙痛系列 从夏天的T恤到马甲 再到就是秋天后点的毛衣 下面穿运动裤牛仔裤 或者任何休闲裤 他们再搭个外套都很好看 这些图案对我而言不单单是一些可爱元素 他们更多的是我在一天上班工作非常累的时候 然后一照镜子 哇 生活很美好 能说起来有点奇怪 就是内心小剧场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武士气的小方法 下一个 这个好不好 是送某的山下有松寄给我的 这个包今年才出 我就已经开始纠结要买黑色还是白色 哦哦 结果 谢谢品牌 他们家很多包 我买来主动自来水分享过好几次 因为我自己背下来 无论是质量 售后 他们家售后很好 还有设计 对 这真的是宝藏品牌 哦好爽 这个包 一方面 这个老花包的老花不是一身品牌logo 它就是山下有松的元素 文科生已经被完全拿捏了 这个部分还是他们家经典的挂尔设计 手机门卡饭卡都可以塞 肩带可以调节 单肩斜胯都可以 看今天上班的东西 水杯 手套 化妆包 还有一个小零食 而且它作为一个白包 我上班带孩子杯就随手一把 甚至放地下 结果还是很崭新 总之一个好包该有的样子它都有了 它还有一个棕色 分小号和中号 拿不准尺码颜色 可以到他们详情页里看一看 或者去搜搜博主穿搭图片 但是要注意真的很容易上头 我昨天刷到一个我喜欢的博主 就真的是 它买了一个神色 我瞬间就心动了 好 进入衣服部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 自己的家具服装品牌 说来很巧 它是我好朋友的大学室友 刚好是自己喜欢的博主 你说巧不巧 后面它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之后 我每期只要上新都会买 后面买衣服回来 发现它有个很可爱的小logo 是一辆车子 我就去问了一下它品牌的含义和初衷 它就跟我分享 这个车是之前它在徒步的过程当中拍到的一张照片 它也就希望它做出来这些家具用品 是跟着人走的像车一样 可能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城市或者房子 而是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这种家具理念就和我上一期推荐那个披肩一样的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品牌理念 而且这件衣服内部这个料子 非常的滑 超级好玩 然后裤子这部分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特别用心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穿这种裤子 裤脚特别容易鼓包 而且还是胃裤 它就自己给你做了一个这种有点像降落散裤的褶肉设计 就包括我平时这条裤子穿了已经很久了 你们看到就是裤腿这儿也没有很明显的鼓包 即使它鼓了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设计 因为之前我没有跟他讲 我要分享他们家的裤子 然后我刚才特地去问了一下 确实如此 说明最近对衣服的这些设计还有料子 有所成长 然后 不要放在地下了 下面这是一件 它是皮毛一体的一个拼接设计 其实今年如果大家看我的穿 大家会发现我有想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 这件就是我自己搭下来 相较于日常上班那种通勤的正常穿搭 也不能讲正常吧 这是那种日常中规中矩的 这件上身就是你能看得到设计感 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家衣服 就是风格自成一派 因为我买过他们家最久的一件 是有一年 或者很多年前买的了 质量是真的好 作为一件这种厚的夹克 真的是做到了难得的穿上 很有精神 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之前买的这件和一些 可能在网上能搜到的同类型的衣服 这种衣服就是穿不好 就会很臃肿 再来就是要提醒一下 一定记得扣子要扣起来 我并不是说长了穿不行 而是扣起来的话 气场和保暖效果 可以一起蹭蹭蹭 对总之有预算 又想买一件这种 有好看的 可以看看这件 下面两个 这个标签我还没有插 因为最近才到的 在短头话直播间买到的 一双手套 皮手套 还有一条裤子 哇它的选品 这是性价比和 实用度真的兼具太会了 像手套它分持嘛 我买的是Air 那几天早晚温差大 上班出门的时候 我就戴手套 然后手上提 其他的东西 也不会动到手 其实就算是一双 中规中矩的黑色皮手套 只是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价位 然后那么软的皮质 好会选品 然后这条短裤 就是一条普通的毛泥面料 而且我觉得版型非常好 冬天可以和你的各种大衣 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同时我想讲 像秋冬的裙子 或者这种短裤 大家没有必要去买一些料子 过于昂贵的 第一是因为本身秋冬 我们穿这种衣服 它就会露腿 就得穿光腿伸机 然后再配靴子 这类裤子或者说裙子 它更多的作用 就是一个时髦度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只要你所在地区 不是特别的冷 那么在这类下装的选择上 大家就可以选性价比高一些的 但是如果特别冷的话 大家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因地制衣 下面是两件卫衣 我直接套上吧 他们家卫衣 你上身之后就会发现 半型太好了 好 再次见 粉色 现在我镜头里看 感觉有点偏白偏亮 以模特图为准 上身这个粉色 真的超级好看 因为我当时一打开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 这个颜色会不会太艳丽了 我无法驾驭 但是一套上身 先是颜色很提 肤色很显白 再来就是它这个版型 今年入秋之后 我就一直在选这种 小高领的卫衣 想穿出一种 很休闲日常 又有点设计感 唯独这件 从颜色到版型 再到一个质量 我觉得综合下来 我觉得这件衣服 真的很不错 好 下面是这件 这件卫衣看上去 会觉得非常的普通 在上身之后 你会发现 它肩膀这块是垫起来的 我觉得很难得 会遇到这种肩膀 非常适合有型的卫衣 然后胸前这块 是一个暗红色的印花 对 这个我也想讲 一般这种卫衣的印花 其实要做好看是挺难的 但这件的印花 就是一开始看上去 可能不起眼 甚至你觉得很普通 但是越看越耐看 就厚度来说 巧克力色这件 会比粉红色这件 更厚一些 更适合过冬 粉色这件 就更适合南方最近 或者北方的室内 以及明年开春来穿 好 下面推荐这个东西 我呼应一下开头 就是最近降温特别厉害 想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从三四件保暖内衣 就是今年才买的 保暖内衣测评当中 选出来的 一件我觉得 自发热效果最好的 保暖内衣 不是说今年了 一直以来 真的让我惊艳 有这种自发热效果的 保暖内衣 首先它基本的贴身 料子 勤肤油软 今天我就不多加追书 因为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对吧 接下来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它的自发热功能 穿它之前 因为一些可能不太 有自发热功能的产品 一度让我觉得 这是一个智商水 因为我是属于很怕冷的人 昆明的冬天 你别看温度实际20度 但是没有太阳的地方 就是阴冷 再加上我一道生理 去整个手脚冰凉 就体感温度 力减100度 所以这套保暖内衣 真的是救了我的命的存在 它的自发热功能 我想说有被验证到 再来是它的厚度和长度 它料子非常的薄 当你穿着 再去外面套一件其他的毛衣的话 不会很臃肿 其次就是长度 袖子以及裤脚 我以往买的包的内衣 上身可能适合了 下身那个脚 给往下使劲的椰 然后扎进袜子里面去才行 但是这条的裤子完全没有 我176的身高穿 也是很OK的 真的 怕冷的姐妹 请你背套 这个冬天会舒服好 过很多 下面的这些就有些壮观了 去年我给大家拍过一支 光腿神器的测评视频 但是去年买了6条下来 没有一条适合 没有测评完就已经开春了 今年继续 再还没有过冬 亦有双十亿的活动价的时候 我就立马 砰砰砰砰下单 终于给大家选到了三个 颜色最自然 不偏红 不偏黄 不假白的 自然肤色的 光腿神器 这是我在12条里选出了三条 我当时买的价格 还有对应的品牌 都标注在这里了 以及一个试穿的效果 大家看下来 其实会发现大差不差 不过我觉得 要测评的话 还是要扣一扣细节 你们觉得哪款穿起来更自然呢 最后我要补充两点 首先光腿神器的颜色 一定取决于你自己 如果你偏白皙的 那么自然肤色 我选的这几款 大概率不会适合你 可能还需要你再去做功课 再去试 就是我在这里 只能给大家推荐我 和身边小伙伴们 我们试下来 最自然的肤色当中的三个 第二点就是 大家在买光腿神器 回来试的时候 一定不要直接套上脚去试 不要让它变形 因为这个无论对于商家 或者即将下一个 要买你退回去产品的消费者来说 都不太好 包括自己都会觉得不卫生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套到小臂上 和你的腿去比颜色 如果外子不合适的情况下 一旦你要退货 它变形了 大概率退不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两点 下面还是过冬保暖类的 它是一双鞋 这个款式大家肯定不陌生 很多人都在穿 因为就是去年款 我直到今年碰上打折了 才把它买了回来 因为去年我想买的时候 一个太热门了 我要的这个颜色没有货 再来就是要买还得加价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我知道在昆明大多时候 我是不需要雪地靴的 但我是有一个执念 瑞肃到十年前 我还在东北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懂 就四年买了四双夹的阿哥 我习惯教育 现在都是 就是每年一双 双双都动到我的脚趾 就是大拇指的关节 掌洞窗 所以在我印象当中 我觉得雪地靴好像就是一个噱头 直到后面网络发达了 才看到有帖子分享经验 后面工作回昆明了嘛 就一直没有在穿 直到去年 我看到他们出了这种矮版的 男方好像也可以试一试 所以就经历了 一开头说的那个经历 我也算是 圆了我一个小小的这种执念 好了 下面进入非穿搭部分 这个 说实话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涂护手霜了 但是因为它 我又开始涂了 其实它是一瓶身体乳 之所以把它当护手霜 完全是因为它的味道 是天竹葵佛手干弹香木 花香又融合进了木质的香调 它闻起来比香水要淡 就是没有那么浓烈 又比普通的护手霜流香要久 他们家所有香氛系列产品 包括之前用的洗手液 都是非常的好闻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 能让别人近距离 这种亲密关系 才能闻到的香味 太喜欢这股花香和木质香调了 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纪 有在看我视频的 二十多岁 刚出头 刚工作的姐妹 有喜欢木质香调的吗 因为我记得当时 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对木质香调是 有股草药味 很怪 但是我现在就是 越闻越上头 下面 最后一样 这是本场最贵 也是我和小刘 觉得买的最值的一样东西 我们是在它发售的前一天 看了小陆的视频 看完整个就是心痒难耐 所以第二天一发售 立马去了装卖店 结果一试机器就 更是 深陷重仓 我们买的是全能套装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三脚架 续航手柄 转接手柄 这个麦克风长得还挺好看 然后很方便 就是装进一下配套的 这个盒子里面去带出门 我真的觉得超方便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拍Vlog 有需求的人 我觉得就是 说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折扣架 就是大家如果 现在上手有这个需求的话 就是这台机器 我自己发自内心觉得真的很不错 因为它的这些配件 目前是不可以拆开麦的 对于我们这种经常要外拍的人 也很难做到 就是取舍 支架充电器麦克风 我这个真的想讲 当法精准 当然我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出 其他副产的配件 或者说 它会给你拆开麦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不着急买的朋友 或许可以等一下 对这是我唯一 给到这台相机的购买的一个建议 其他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在画面 还有最后剪辑出来的成片 给大家看那个效果吧 可以等一下我后面的测评 把手机 我的G7X3 还有这台放到一起 三个画面同时给到声音 画面的对比 可能不专业 但是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对又给自己买了一个 好了 那么这支视频 就为大家零零层层地 介绍了一些双十一的毫无开箱 大家暗许重藏 我们下支视频见 再见